很多人來沖繩住飯店的時候也會發現 飯店他們會有自己的自然的沙灘 但是畢竟住飯店的話 還是會有其他的旅客 跟他們一起分享飯店的沙灘 歡迎收看魚粒大人秘籍 我是愛莎 這一集來到的是日本的沖繩 沖縄 沖縄是我的故鄉 這一集我要帶你們去沖縄的東邊 ヤンバル ヤンバル這個地方我小時候 爸爸媽媽常常會帶我去玩的地方 沖縄有很多特別的沖縄的傳統的文化 最近我要帶你們去 更深入的了解沖縄的ヤンバル 走 其實在沖繩有很多很多像這裡一樣很私人的沙灘 其實很多人來沖繩住飯店的時候也會發現飯店他們會有自己的私人的沙灘對不對 但是畢竟住飯店的話還是會有其他的旅客跟他們一起分享飯店的沙灘 但是呢只要你來到東邊的話呢 其實東邊有很多人的沙灘 沒什麼人的沙灘 這樣子非常非常多 那這樣來到這邊的感覺的話呢 等於就是你整個沙灘海邊都包起來了 然後就可以BBQ 所以很享受 然後我發現這個石頭大石頭長的很特別 有沒有發現它長的石頭 我們也很愛吃的某一種食物 什麼食物啊 生蠔的貝殼 欸 真的很像耶 真的耶 超像的 這就是海邊裡面就是他們這個石頭跟生蠔的貝殼的貝殼 哈哈哈哈 真的 而且那邊很漂亮喔 超美的喔 超級超級美的 因為這裡為什麼會這麼漂亮 是另外景點跟這間山蠔的 看不到人造的任何現場 全部都是大致了 所以你會覺得 這一到底是什麼地方呢 因為那種玩具是離開我們現實的生活 所以好像就來到一個很夢幻的地方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